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这期的电讯报呢 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如何改善我们和另外一半的关系 提升它到一个更完美的境界 甚至是100%的那种和谐美满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看到我跟Annie老师的那种甜蜜和谐跟开心 他们都觉得我们一向来都是这样的吗 我们的关系 其实老实说我们就结婚了第19年了 我们其实也经历了一般夫妻之间的那种关系的那种不同的阶段的期 所以刚开始说我们结婚当然是甜蜜和谐的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变成什么呢 为了一些小事情不同的看法而开始有一些争吵 一些小小的争执 然后呢甚至我们开始有冷战 然后我们的冷战可能从几天到几个星期 甚至我们甚至为了一些事情意见的不合而开始大吵起来 所以这个是不是你们所拥有的呢 其实是一样对不对 所以我们跟一般的夫妻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但是我们是怎么改善的呢 其实我们是通过了上课后 我们大家都学习了四步咒 我是通过了四步咒 我的业力伙伴有谁呢 有一个寂寞孤独的老人 他一直想要改善他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还有我的另外一业力伙伴就是我的岳父 我也在我的岳父身上种种子 然后呢我还有种其他的和谐的关系的种子也是 第二呢我是用什么呢 我是用四步咒里面的 我还有用工具 所以很多同学说种种子就好啦 我懂怎么种种子 我其实不用使用工具 它的效果会是怎样 所以我解释一下 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主妇 你很厉害煮饭 你很厉害炒菜 如果今天我给你最好的米 给你最好的菜 但是你没有饭锅 你没有炒菜的工具的话 这样你说 你是不是需要更长的时间 甚至你没有办法煮出一个好饭跟好菜呢 同样的如果今天你想要来读书会 而你工作的地点是在御朗 而你的读书会是在short hour 所以你想像从御朗到short hour 如果你有驾车也会很快到 如果你是做MRT的话 你时间也是会缩短 但是如果今天你使用的工具是 或者是骑脚车 甚至你是走路的话 所以你想像你花的时间要多长啊 从你工作的地点 预览来到short hour 的读书会呢 所以你想像 你可以见到 在我们的智商生活中 我们都在使用工具 所以种种子呢 一定要使用工具 所以总结来说 在我们想要改善我们的关系中 我给大家几个建议 第一 第一 就是我们 不要把我们冷 我们结婚多年的那种冷淡 不和谐的关系 当成是一个正常的 因为呢 这其实是我们好种子 开完而已 只要我们懂得如何种种子 我们一定能把我们的关系再提升起来 第二 第二 我们在 一定要有一份想要把我们目前有挑战的关系 把它改善 第三 我们 要记得 种种子的时候一定要用失步骤 因为如果你不用失步骤的话 你种的种子的力量就很弱 而且是没有意思的种 第四呢 一定要使用工具 因为工具的重要性 刚才我已经解释了 还有 我觉得第五 可能同学问我要使用什么样的工具 我觉得如果给我的建议 使用四五届的工具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四五届的主题就是 如果把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家庭的关系 改善它 圆满它 圆容它 所以呢 四五届里面有给我们十二道工具 其中的两道非常的重要就是 高级版的失步骤跟高级版的咖啡影响 你想象哦 这两道工具是如此的重要 如果我们有这两道工具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加速我们种种子的那一个速度 跟开发结果的那一个很大的看到的结果 然后呢我觉得在第五个我要建议就是 一定要把我们种种子的起性动力调大 种种子当然是为我们自己种 我们想要改善我们的关系 但是要想象 如果今天我们结婚我们有孩子 或者我们有身边我们所看到的不和谐的关系 父母亲或者是兄弟姐妹 把他调到他 把他今天我种种子 不只是为我自己 其实我想为我孩子 想要为我身边所爱的人 所以这样的话 你种下的种子才会更加的强大 所以在此我祝福大家 在你的工作跟家庭的关系 在未来很快 就可以得到和谐跟圆满的 谢谢大家 再见